歌手王力宏周末连两天在台北小巨蛋举办演唱会 9号首场吐露对昏变风波的感触引起讨论 今天第二场演出有多位艺人到场 包括萧亚轩 林佑佳 蓝新梅还有蔡康永等人 而蓝新梅似乎对王力宏昨晚在台上的言论相当不满意 现场直接开炮的说 如果他再说不该说的话 就会冲到台上打他 拿起吉他自弹自唱 王力宏唱的每一句 仿佛都在向歌迷们倾诉他那段 最黑暗最孤独的战役 王力宏演唱会来到第二场 粉丝力挺到底连续两天都满场 好不容易再重返台北小巨蛋 王力宏似乎还想把首场没讲完的话 和心中的委屈一次说清楚 我做过什么 连我自己也是看新闻才知道 流量不等同真相 但是真相又不够八卦 除了粉丝场边贵宾更是众星云集 艺人Elva 肖亚轩 歌手林佑佳 资深前辈们 陈美凤 蔡康勇 还有蓝心梅都来了 但蓝心梅似乎还是对王力宏 在演唱会上的表现很有意见 要告诉他 不要再胡说八道了 因为你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也没有帮自己加分 你就好好的唱你的歌 多唱一点 把你的好歌唱好唱满就好了 如果他再说一些有的不的 这种 大家真的不要体谅他了 你们就直接看到楼上VIP 我就坐在那 我就跳下来 跳上台去打他 蓝心梅突然开炮 站在一旁的蔡康勇 吓出满头冷汗 但还是希望大家 可以把重点放在音乐 别再让过去的纷扰 模糊王力宏的音乐才华 记得台北综合报道